哟快6点了 你去干嘛呀老头子 这都6点了我去做饭吧 哎呀你做什么饭了 婷婷马上就要下班了 等他回来再做 干嘛要等他回来做 天天当晚才下班 再晚也等他回来做 这媳妇起回来 肯定是伺候咱们一家人的 难道要咱们一家伺候他一个外人 哎呦老头子 快来呀帮我看看我这个金 老毛病又犯了 这里这里 婷婷你回来了 是啊妈 你们吃了吗 哎我刚准备去 还没了 我最近的老毛病总是犯一半 他也不会做饭 所以 没事那我去做吧 儿子这婷婷马一屋的化妆盘 不是用自己去买了吧 没有啊 我每个月的工资 刚好够款房贷车贷生活开支什么的 那就好 你可能把你的情感拿来 任何人都如期 您好 李婷婷的快递 这是一个倒负 270元 谢谢 扫毛吧 啊 哎呀 这是甜甜的 你帮她付什么让她自己付 甜甜甜甜你的快递啊 来了 这一个倒负的270元 花的手机没定了 我的手上啊也没那么多薪金 所以啊好 甜甜甜你这买的什么呀 我买的面膜最近秋冬啊皮肤干燥 妈 你喜欢的话我帮你买几盒 不用呢 这不是甜甜有吗 甜甜给我几盒密膜 让我也敷一下 好吧 妈 我给你买了干嘛不要啊 你买 不得你掏钱 甜甜掏钱买好了 我干嘛不要啊 我们都是一家人 能不能拍到我们的吗 你能敢是外人 老婆子啊你就是这样教你儿子的吗 我告诉你 男人在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老婆 兄弟在亲他也有自己的生活 孩子在亲 长大了也要国分东西 父母在亲也陪不了他一生 能陪他一生的就是媳妇 你这个做婆婆的胡同 就别让你儿子跟着你一起胡同 你现在把儿媳妇当万人 等你姥姥 你就知道什么叫儿亲与亲 始终不如儿媳妇亲呐 可走到那里还是会有年轻 哎妈不是从 哦我都不知道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大媳妇啊给我寄了件衣服你看看 偶尔给你寄件衣服 就把你开心成这样 那当然了 还是我大爱情孝顺 不像某些人 成天就知道我这造才转 也不知道孝顺孝顺我 怎么 一点到的我看看你 给你寄件衣服就是孝顺呢 哼 你别在意妈说的话 他这人就这样 爸妈吃饭了 妈您多吃点 这可是婷婷忙活了半天给您做的 都是您爱吃的 怎么 就他做了几个我爱吃的菜就是孝顺呢 还能让我去感谢他一下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爱吃不吃 婷婷一脸四季照顾你 就连等等饭菜都是以你的口为主 在你这还表不得有句好话 没事吧 吃饭吧 妈您笑闯饭了吗 我去给您倒杯水啊 妈您多喝水 现在求婷啊 进行干燥 哎呀我没事 要你操这么大个心 每天就知道关心这些鸡毛散皮的小事 你看看你大嫂 没事就跟我买衣服寄钱 他一年给你寄了一次钱买了一些衣服 指着你这现药 天天别管他 真是好运当了你敌肝肺 老婆我回来了 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水果 谢谢 你先拿给妈吃 我去做饭 别在这里先殷勤了 我想吃什么叫你大嫂给我买 你大嫂孝之类 要什么他不会跟我买呀 喂大儿媳啊 妈最近胃口不好 想吃苹果 你在网上给我挑一点进口的水果啊 哎呀妈 这种芝麻小事你又别找我了 你自己买吧 我这上班忙着了 哎哎哎碰碰碰 没事嘛 大嫂可能真的忙 你要吃什么跟我说我去给你买 废话 他肯定是真的忙啊 哪像你啊 你看他上一次跟我买的衣服多货生 就知道他肯定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他是不是真忙 你心里有数得很 挺挺一年四季照顾你 事实以你为先 求得你眼里一无用处 反而你大儿媳妇常年对你不问不问 你求把他当个宝一样吹捧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谁在家里照顾老人热多就热不受待见 成了老人眼中的坏人 反而不照顾不陪伴 偶尔回来看望一下 还真买点东西 求成了老人眼中最好 最孝顺的 婷婷 既然你吃的不倒好 以后就别自贺了 让他孝顺的大儿媳妇来自贺 华子 我不想跟你吵架 你给我滚出去 不想看到你 这是我家 凭什么要我滚 就是 这是我们家 好 好 我走 别管他让他去 怎么啦女儿 没事吗 儿子 来吃点水果吧 哇 我没胃口 你别担心他了 他出了这里还能去哪里 再说了 他也舍不得孩子 等会儿啊 他迟早会低头回来的 你马上就对 他会低头回来的 出了这里 他哪里出不了 这女人嫁人后 在婆家受到的围住 想找一个朋友 亲手一下 发现朋友 发现朋友早就没有了 想找家的人说吧 话到嘴边又舍不住口 想回娘家吧 又发现娘家 不收入自己的 想走吧 又舍不得 身上掉下了那块肉 到最后 只能把银子一擦 低着头 又回来了 爸 真的是我错的吗 儿子 女孩子嫁人以后 如果入不到一个 对她好的婆家 那她以后可能 就真的没有家了 还有你老婆子 你其他吵架以后 无处可处 你其他舍不得孩子 你其他没人蹭腰 但是你别忘了 他也有随时离开的勇气 所以以后 你们别动不动就叫他滚 老婆 都是我不对 我没想到我吵架 会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 和心酸 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千里 你又是在吃什么呀 这是我妈给我寄的海鲜 可新鲜了 你妈妈还真是心疼你 年年给你寄 是啊 我现在放冰箱 等晚上下班了 坐了一起吃 这玩意儿有啥好吃的 硬心味 哎妈 你去哪啊 你小姑子在外面等着我 我给他送点东西 那我先回去了 那去吧去吧 哎 我妈给我寄的海鲜呢 我明天放冰箱里了呀 快呀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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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找什么 爸 你看见我早上放冰箱里的海鲜了吗 没有啊 怎么找不到了呀 别找了 刚才你小姑子过来 带来一体奶过来了 我也不知道回他什么 我就把你的海鲜给他回你了 妈 你怎么能这样呢 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小姑子还不一定吃得惯 那你可以回他吃得惯的 那海鲜可是婷婷妈寄给他的 是婷婷最爱吃的 哎呀咱们家就是婷婷爱吃 我们也不爱吃 正好我送了 我又不心疼 哎 哎 面膜呢 妈 你看见我放在洗手间的面膜了吗 妈 我怎么找到了呀 没有啊 奇怪 喂女儿啊 妈 你昨天给我拿的面膜 真的挺好用的 好了 我一会就打给你 妈 你为什么每次都把火的东西拿去给你女儿啊 喜欢面膜有那么小气吗 你 都是一点小东西 给你要了他的面式的 都是一家人 是什么他的 我的呀 老婆子 你做一个婆婆有没有的分寸 你每次把儿媳妇的东西送给你女儿 你有经过他同意了吗 你想把好的东西都送给你女儿 这都没问题 但前提是 这是你的东西啊 你总是想占儿媳妇的便宜 不仅会含了儿媳妇的心 也会搞得你们婆媳之间的关系 是越来越僵硬 更会影响到他们姑少之间的关系 以后啊 别再做这样让儿媳妇讨厌的事情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听听 你这样是涂不干净的 要跪着擦 跪着擦 可是这已经脱得很干净了呀 我妈让你跪着脱 你就跪着脱 意思是你妈让我干什么 我就得干什么呀 那当然了 在我们家都是我妈说了算 你是我起婚来的媳妇 当然也得听我妈的 那你给你妈过不就行呢 我还不伺候呢 听听 你这是要吃了 听听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是啊 我不就是让你干活仔细的吗 你就来气了 她拿着东西就往外面跑 对呀 妈也是在教她做事 你们教我干活仔细点 教我做事 就连家里的地板都要跪着擦 家里的活你也可以干呀 你怎么不跟我一起跪着擦呀 我妈说了 男人膝下有黄金 不能随便跪的 你不能跪着擦是吧 那就让你妈跪着擦 哎呀老头子你干嘛呀 呀爸 你跪着擦地呀 这地板多硬 灌着多疼啊 再说我的腰又不好 是啊爸 妈年纪大了 听你年轻不一样 你也年轻 既然你妈不能做 那就你来 擦 哎这次潮到一边的 哎这次潮到一边的 老头子 老头子 你看把儿子累得 别让他擦了 他一个大男人 贵主做这么点事 就累得止不起油了 那婷婷呢 你的儿子 你知道 孔在手心里腾 那婷婷也是他父母 手心的宝贝呀 照进别人宝贝的时候 先将心便心 还有你啊 华子 听过一句话没有 家人不嫁 妈抱懒 是因为嫁老妈抱懒 谈幸福啊 那静止别等听海浪 你现在已经结婚成家了 再不是那个没带来的孩子 不要什么事都是 我妈说 我妈说 你妈她不是神 她不可能远远都是对的 所以 你要学会自己是分明对错 维护好自己家里关系 不远的话 你这个家 迟走会被你和你妈搅和散了的 来了来了 你们肯定 饿坏了吧 正好菜都做完了 小月你去买点花生米 我们哥三大再喝几杯 少少再帮我带点摸烟 小月忙活了半天 还没吃饭呢 吃完饭再去 吃啥饭呢 这么胖还吃 已经够丑的了 再吃跟猪一样 少吃两个又不会死 没事吗 我还不饿 你们先吃 我去买 六子他这样不顾你的感受 你又何必对他言听计从呢 今天他朋友都在 我不想让他下不了台 可是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来 排完了没啊 黑眼车那么重 有什么好拍的 再排最后一张 这可是你第一次送我女物 我想发朋友圈 一个我妹淘汰下来的破箱 那你也当个宝贝一样 你妹妹的 你不是说这天下令 是和您秀才哥送给您嫂子 你不是童馆吗 是童馆呀 哥送新的 我给你房两活也买新的 可以不可以啊 所以在你心里 我就知道配不上好东西吗 臭小子终于开窍了 这你小月的收入还好几天呢 这就买好蛋糕了 哇正好是我喜欢的那家店 别乱动 这是我给我同事尘子买的 那我是你送了什么呀 送你什么 送你块镜子让你自己好好照照 你看一下你脸上细纹 苍蝇这样去都要被绊倒 和我 我今天晚上晚点回来不用等我 再一再而不再三 你可以不计较 但也不能惯着他 走我们回去 哎怎么还没去啊 又上这关门了 想吃自己去买 小月啊不伺候了 都是你太过于清旧 才会让他觉得 可以不用在乎你的感受 以后啊 你要收回所有的期待 好好的爱自己 妈我到底该怎么做 妈你带小月去做什么了 怎么一天比一天漂亮 皮肤怎么好的跟刚剥了 可得逆子一样呀 来老婆吃花生 有什么事吗 哦这周末不是你生日吗 我想好好庆祝一下 到时候喊上秀才哥 他们一起订个大酒店 你看怎么样 周末有妈陪我一起逛商场 你来生日会就免了吧 老婆我给你买了条新销链 你快戴上 我们拍照发空人圈 现在客户加的比较多 不太方便发空人圈 六子这位是 这位同事陈子 来最近办点事 在这坐回去走 阿姨好嫂子好 哇总听六子哥提起嫂子 今天一件果然气质不凡呀 嫂子穿这个红色裙子 可真漂亮 不像我 用眼纹眼袋七色叉 都不敢穿这个颜色出门 我以前眼纹眼袋也很重 自从用了我嫂子 给我买了这个 黄金银润眼纹之后 眼纹眼袋就没了 哦这个我知道 我以前用过的 就这样附在眼部周围 精华都会被皮肤吸收 这很大纹 当然了 这个是我美容院的朋友 推荐给我的 这个是凝胶材质 放进水里就直接融化了 只要坚持使用 眼纹眼袋这些问题啊 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你不是用过吗 怎么眼部问题还这么严重 这么贵 我根本没法坚持用 我可不像嫂子 锦衣玉食 花多少钱都不心疼 那只能说 你之前买贵了 现在商家做活动了 两盒加起来才39块9 而且一盒有60片 每天用都可以用两个月 点击视频下方小黄车 就可以购买啊 这么便宜 那嫂子 不如你把这些都送给我吧 小月你就给她吧 我再给你买 这是妈和嫂子给我买的 我不想给 你别这么小气 哎呀黄小月 你以前不是秦董事的吗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董事 你确定你能分得出来 小月知情是懂事 还是伪知吗 一直以来 小月只在乎你的感受 却弄丢了那个曾经快乐的自己 即便是这样 你却丝毫不懂得感恩 真是狗不能喂她太饱 人不能对她太好 以后只要有我在的地方 谁也别想亲我 我的儿媳妇 亲儿子也不行 都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小月要委屈自己 惯着见人 就这点菜你花了翻十多 我不是说来让你去交去龙貌市场买的吗 我今天来大姨妈了 所以我 哪个女生不来大姨妈啊 就你交情 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只是不工作不知道钱难赚 我 我没有 行了行了 我又去上班了 我拜托你 以后省这点花 哎华智乌 我 我买菜了 那又是 全职再加贺 我们之间的地位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把谜题解消之后再选择 你明明里没我 就像是小瘾火 再努力也穿不了 你 喂 你要我钱能不能分场合啊 我在外面应酬 没有 我就是做好饭 问你几点回来 你没听到我在外面应酬吗 真因为我跟你在家一样想轻浮啊 饭菜剩下别浪费 明天你吃剩饭吧 我们之间的关系 也不再和以前一样对等 华智 这是你最爱吃的水果 华智 下次我妈过生日 我先给她买点 我说你怎么跟我洗水果呢 上次不是刚给那里五百吗 又还完了 没有 可是孩子没回家了 你这是又拿我的钱往你娘家送 你怎么总是胳膊掌往外拐呢 你对你妈再好 你家的钱最后还不是你弟的 你好好想想吧 你习惯了 用最难听的换来伤害你 没事 你也不赚紧 你们没人物了 有这份心意啊 我就开始了 还要两个菜啊 你们先 嫂子忙活半天了 都累坏了吧 赶紧来吃吧 没事 你嫂子天天闲在家啊 享受惯了 你做过饭有什么呀 田田 你做完饭下去买点喝的上来吧 甚至当着外人的面 也从来没有尊重过我 喂 华子 我没带钥匙回不了家 你能来接我一下吗 哎 滑死了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 你这么重的菜啊 他加班 今天比较忙 哎 你看看你 那还有一点以前的样子 眼角都有小细纹呢 你当初要不是为了支持他 让他安心创业 你哪会辞掉那么好的工作 在家照顾他呀 我现在看着 确实乱了好多啊 没事儿 我有办法 用这款黄金银润眼膜 有黑眼圈 眼部有肝纹细纹的 都可以使用 这个眼膜啊 是凝胶材质的 放进水里就直接融化了 像我们女人 过了25岁以后 眼部老化得特别明显 用它就可以很好的改善了 来 我教你 就这样 敷在眼部周围 它会越来越薄 能感觉精华都被皮肤吸收了 敷着好舒服呀 脸部像磨得皮一样 不过这么好的东西 肯定不便宜吧 滑得走说我乱花钱 我还是不买了吧 不贵 这商家现在正在做活动啊 平时39块9一批的 现在两盒加起来 才只要39块9 而且一盒有60片 每天用可以用两个月的 你看你敷完以后 眼睛水汪汪的多好看 别再为了它 丢失了原本的自己 女生只有经济独立了 才会被人看得起 从那以后 我便重新回到职场 但她却不习惯了 我明天开会要穿的衣服 你怎么没洗啊 洗衣机就在那 你别告诉我你不会用 我又不是这个家的保姆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做家务的话 可以请个保洁啊 我们AA 你怎么又乱花钱了 我花我自己赚的钱买东西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是夫妻 你的钱也是我们家的钱了 现在知道我们是夫妻了 当时我问你要钱买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呢 妈你看看她不备孕又要出差 一去就是半个月 我真是没办法了 田田 不是妈说你 一个女人 只要在家相互叫子就行了 你这样下折腾是为什么呀 妈 难道你忘了 你的补品 爸的医药费 还有家里的空调 不都是我赚钱以后给你们买的吗 您的好女婿可舍不得 妈 你早点回家吧 我还要赶飞机先走了 我的感情应该是互相相众 平准地爱着对方 婚姻需要两个人的共同注意 全职太太也应得了尊重 别忘了 全职在家的类位 这房东啊太不讲道理了 每个月找一次房租 这样下去谁还受得了啊 我要不是看这般家麻烦 才不愿意住在这呢 明天跟收钱似的 这样下去啊也不是办法 实在不行 要不我们出去买个房子吧 哎哥 你这是咋够买房的钱呢 差可能是差点 到时候啊 兄弟姐妹几个凑一下就行了 小月啊 你们家这几年服装生意做的不错吧 应该咋能够少钱吧 我们这几年又买房又买车的 还有什么剩余的钱呀 看你紧张的 我又不给你借钱 嫂子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我意思是 让你把这些借我们的五万块钱 还给我们就行了 等会儿嫂子 那钱是我哥送我的 怎么还要我还呀 什么 那钱你没打算还呢 那可是我跟你哥 辛辛苦苦攒的买房钱 当时你说婆家嫌弃你没有工作 你想创业争口气 你哥二话不说的 把我们脑底都给你呢 就指望你在婆家扬眉吐气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 也该把钱还给我们的吧 嫂子 你说这话就没意思 你跟我哥是一家人 哥把钱给我了 哪还有还回去的到你啊 小月 大家都是亲戚 互相帮忙没问题 但是借钱要还的呀 嫂子 我再说一次 那钱是我哥给我的 你听不懂话是吗 你以为是几百几千呀 说给就给 你哥当时只是一句客气话 咱们大家都是成年人 何必穿着明白装 糊涂 哥 你看看嫂子 一点道理都不讲 眼里只有钱 一点金钱都没有 小妹家家都有本难念的听 你就理解理解你哥吧 当初我那么说 就是希望你创业不要有压力 放手一搏 要是没干好 别了我也就认了 可是你干起来了 买房又买车 但是我和你嫂子现在还租着房子 你哥我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现在要是不买房的话 再过几年就更没有勇气买了 你嫁给我 啥都没有 要是再连一个固定的窝都给不了他 你跟我还算是一个男人吗 不就是找你拿几个小钱吗 你那么激动干嘛呀 小钱 对你来说也许是小钱 但你知道我跟你哥一天能挣多少钱吗 我一天干十个小时才挣一百五十块钱 你哥干十四个小时 一天也就挣两百块钱 五万块钱 我跟你哥两个人不吃不喝 也要干两年呀 去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关了要谁呀 哥 你眼里只有嫂子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 小月 我眼里有没有你你不知道吗 我们供你读书 我送你出嫁 帮你创业 在你岁月静考的时候 你又想过我和你嫂子是怎么挣钱的呀 够了 至于翻这些陈芝麻烂谷的旧账吗 你不就是要钱吗 我给你就是了 以后别让我喊你哥 这酒也喝完了 有点不记性呐 怎样要不再来两瓶 行啊 谁怕谁 王子明天还要跟妈一起去皮肩 要不就算了吧 我们早点回去 兄弟啊 你们家婷婷怎么就这么小气啊 你跟我过来 我早就跟你说了不让你出来 你要什么可以先回去啊 别在这里跟我爱你 那你结束了给我打电话啊 你喝酒了不怎么开始了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这不是我多嘴呀 你们家这个婷婷啊 跟你的那个钱人小孟 一半都跟不上 提起这个我就来气 每次出来打扮的就像大妈一样 他呀 怎么能够跟小孟比呢 人家小孟是不是啊 皮肤又白 人又漂亮 你看看他那个黄女婆的样子 我看着都害怕呀 华子 我带了好多吃的还有饮料 他们来了吗 我不是让你收拾一下再出门吗 这是野餐 又不是吃西西餐 那你好歹保养保养吧 你看看你这个狠眼圈皮肤辣黄 别人不知道 因为我带我妈出门了 华子 你好的没有啊 呀 你们家黄女婆也去啊 啊来了 再想她一顿 听好 超级环顶 能不能熟悉 你之前我满意爱你 你却只换来嫌弃 比较混本日夜 冰封的眼泪一滴秋安全 现在我只想好好爱自己 老婆 你这自尽越来越好看了 我哥们这么含我出去吃饭了 你这也打扮好了 一块去呗 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那我快结束了给你打电话 你来接我吧 今天晚上我也有约了 没空 去哪啊 要不要我送你 你这胡子拉叉的 我闺蜜看见了丢不丢人呀 不知道的 别人还以为我带我爸出门了呢 那对你 哇 婷婷 几天不见 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好啊 特别是这眼睛 这边这么优深啊 生不透的做什么项目了 哪有啊 不过我最近黑眼圈确实好了很多 这个呀主要归功于这个黄金银 你来干什么 外面快下雨了 我来接你回家 我还没玩够了 要回你自己回 今天我知道错了 我也知道 我那些朋友说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话 但是那是他们说的跟我没关系啊 你该不会真觉得你那些朋友只是单纯的嘴臭 到你这儿就能撇得一干二净的 你身边的朋友对我的态度 完全取决于你爱我的程度 如果你够尊重我 他们就不敢随意开我的玩笑 如果你懂得欣赏我 那他们就不会在你面前贬低我 如果你能站出来维护我 他们就更不会骑到我头上来 所以说到底 还不是你没用 妈 这才 你还没有用 我愿意在 手機门